陈冠林英三立八典当 一家团圆 剧情转变消失了一阵子 日前终于归队 但他近来迫于无奈又相聚足情价 原来是他得到病毒型流行性肠胃炎 上土下泻炎中到脱水 需脱到掉点滴 他苦恼说 一天拉二十几次 擦到破皮 回家上免制马桶 撑了一星期多才请了甲去抽血做更详细检查 2022年陈冠林英瘟疫 剧情关系先后消失一阵子 不少粉丝因因期盼他归队 最近他终于回归 坦言确诊体力变差 经他向媒体谈到近况 他说还是会喘 每个人症状不一样 除了确诊些许后一阵 陈冠林透露这几天请了病假 原来是他大约上上周的到病毒性肠胃炎上土下泻 但他吃了医生开的药又会过敏严重 但不吃又会狂拉 相当难熬 他形容一天会拉到二十多次 很恐怖 擦到屁股破皮 但依然硬撑上公拍戏 还被剧组形容他的日常 他们说我不是在厕所就是在拍戏 因为拉到虚脱 陈冠林一度体力不知脱水 还去掉了点滴 甚至晚餐的吃三个便当才能有足够体力 他说长这么大才知道有成人的电解质水 但喝了还是觉得虚脱 他肠胃炎症状撑了一星期 目前稍微缓截止吐 这几天向剧组请假 去医院抽血做详细检查 他说总是的找出病因 陈冠林外形看不出近半百 其实他2023年4月就满50岁 他感慨年纪到了 还分享一键保规定 他元旦后就满50 可以打成人免费的流感疫苗 而剧组除了他挂病号 林又欣也感染结膜炎 更叮咛大家还是要小心 最危险的不是人 而是病毒 近来莫名其妙的病毒都跑出来 很多久时 林林后年轻人 童年时期应该都有看过07版 梁山伯与朱英台 8 当初有多少人在看这部剧时 对男主角梁山伯没兴趣 反而对男二号马文才念念不忘 当年由台湾男星 陈冠林饰演的马文才 人设待感 对女主爱而不得 得不到就毁灭 却怎么也让人讨厌不起来 陈冠林凭借超高的颜值 精湛的演技 将马文才塑造得又皮又帅 乃至于有观众表示 马文才有这颜值 谁还会喜欢梁山伯 陈冠林1973年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 她是家里的小儿子 因为父母都是上班族 所以小时候她都是跟着哥哥姐姐在家里 作为家里的老妖 陈冠林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哥哥姐姐的特别宠爱 反而经常被欺负 哥哥姐姐经常将家务活人给她 擦地 炒菜都由她负责 因为父母对于儿女的教育是 一人做错全部受罚 所以陈冠林即使经常被哥哥姐姐欺负 她也很少去向父母告状 只能默默地忍受 不过好在 她天性乐观 小时候傻乎乎的 也并没有认为哥哥姐姐有多坏 只当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玩闹 虽然哥哥姐姐经常欺负她 但陈冠林却深受身边的小女生喜爱 陈冠林的父母的颜值都很高 也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自小就长得好看 上中学之后 五官逐渐展开 她越发俊朗帅气 再班上人气很高 因为周围人投来的艳羡目光 让陈冠林对自己的外貌越发自恋 经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部 暗自称奇 可那时她的脸部经常过敏 导致红肿不堪 让她直呼眉脸见人 曾经 陈冠林写过这么一段话 那时候过敏说来就来 自认胖子成我可是从小五官立体 眉清目秀 尤其是这精神的高鼻 弥煞多少少女的心 可是这该死的过敏偏偏让我两眼狂重 而且还高过鼻子 小时候自己照了一次镜子 就再也没胆子再去瞧一次 陈冠林长的帅气 但她小时候的梦想却不是当演员 而是成为一名画家 她自小有绘画天赋 后来以全省专业前三的成绩考入台湾复兴商工学院 专攻美术专业 大学毕业后 陈冠林找了一份和绘画相关的工作 当了一名上班族 直到28岁时才被星探挖掘进娱乐圈 一开始 陈冠林作为偶像歌手出道 因为阳光的气质 待人清禾 获得了台湾武林盟主的称号 但所发行的音乐并没有什么水花 反而是转型演员之后 第一次演重要角色就大放一彩 长篇家庭伦理剧 台湾阿诚 是陈冠林第一部出演重要角色的影视作品 该剧2001年初播出 播放时间长达一年 一共121集 该剧播出后 因为励志又狗血的剧情 创下了超高的收视 这部剧是边拍边播 在拍摄过程中 随着陈冠林的人气不断走高 她的私生活也持续引发热议 当时她已经有了一位未婚妻郑重婴 大概是在台湾阿诚 播出一年前 陈冠林和星会一起合作 电视剧 办完一生 两人因细生情 比较狗血的是 在两人交往期间 星会介绍了自己的好闺蜜 郑重婴和陈冠林认识 三人经常被媒体拍到一起出现 然而没过多久 陈冠林和星会宣布分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 她便对外公开和郑重婴在一起了 正当围绕三人之间的感情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时 星会突然对外宣称自己有长达半年时间遭到电话骚扰 矛头直指郑重婴 于是一时间外界纷纷猜测郑重婴是小三 闺蜜两人为一个男人闹翻 很快郑重婴也出来回应了 她否认自己雇人去骚扰星会 称自己是在陈冠林和星会分手之后 才选择和她在一起 在各种谣言满天飞之际 陈冠林和郑重婴不顾外界的猜疑和指责 任时未满三个月就匆匆宣布订婚 而在两人订婚之后 这起风波慢慢平息 但没想到陈冠林拍摄 台湾阿诚 其间 谣言又起 因为陈冠林和郑重婴订婚大半年迟迟未见举办婚礼 于是陆续有两人恋情亮红灯的新闻出现 于此痛时 还有八卦报刊爆料陈冠林和在剧中饰演其女友的新人女星芳心假戏真作 而陈冠林则表示是因为工作太忙 等工作和感情稳定一点在结婚 郑重婴想着快点结婚 而陈冠林则想着自己的演艺事业刚起步 结婚的是迟一点再说 两人为此矛盾不断 直到有一天 郑重婴告诉陈冠林她有孩子了 两人才领证结婚 正式成为夫妻 然而婚后两人矛盾不断 郑重婴性格强势 控制欲比较强 只要一见到陈冠林和异性在一起 就会大发脾气 因为演员的职业 陈冠林经常要和女演员演亲密感情戏 郑重婴也经常看不惯 要求她在剧组不准和异性互动 每次陈冠林拍戏回家 郑重婴都像对着一个犯人一样盘问她 这个家压抑的让她无法喘气 有一次 陈冠林和师妹林立青等一帮人去唱歌 结果郑重婴挺着各大肚子亲自跑来捉奸 没想到奸情没有看到 反而让她和陈冠林狠狠丢了一波脸面 陈冠林看到老婆丑态百出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就这样在KTV包间里 不顾周围人的反应吵了一架 甚至还因为爆发肢体冲突而闹到了警察局 此闹剧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轩然大波 林立青第一时间出来撇清关系 表示自己和陈冠林没有任何暧昧关系 郑重婴则索性完全闹大 她开了一场发布会 对着一众在场媒体记者哭诉控诉陈冠林拥有不良嗜好 之前就多次因为求欢不成而伤害她 对于郑重婴的一切指控 陈冠林只有短短四个字 不想回应 虽然她已经对郑重婴没有感情 但毕竟对方还怀着孩子 她不想闹得太难看 而在最低谷的时期 她19岁时的初恋女友谢欣仪向她伸出了援手 她一直陪在她身边 给她加油鼓劲 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谢欣仪告诉她 我认识的陈冠林并不是坏人 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 还有我呢 我永远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在谢欣仪的男性陪伴下 陈冠林重新拾起生活的希望 她转向内地发展 开创了另一片事业阵地 她接拍的第一部内地电视剧就是 风吹边关 她饰演的匡连海外表风度翩翩 温润如玉 实则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为了追求爱情与名利 不惜杀戮无辜 当年有多少人因为匡连海这个 并交反派而爱上陈冠林 在剧中她看着高原原石那一双深情的眼眸 让人看一眼便沦陷 该剧之后 陈冠林又在 梁山伯宇住英台 终饰演了马文才 在剧中跟和润东争强冻结 因为这两部古装剧 陈冠林在内的知名度攀升 但因为她与谢欣仪结婚 加上两人想要孩子 为了家庭 她便把事业重心转回台湾 最后祝愿陈冠林的事业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